为了将廉政文化强化并推广到公共服务领域 政府决定利用犯罪原因分析手法 建设贪污者犯罪特征档案和诚信指标 政府将和多家指定的机构和政府大学合作 制定贪污者犯案特征档案和诚信指标 另外政府也将着重加强现有的人力资源 打造有能力的领导者 以及提升公务员的竞争力 以便推广政府连结文化 感谢观看